大咖们的奇葩脑洞 朱莉故兄杀自己 她是咋想的呢 安吉丽娜朱莉这大姐的脑回路 一直比较咋说呢 反正就是挺难琢磨的 睡酒客药那些小事就不提了 虽然我诧异的是 这大姐还曾经雇佣了一个职业杀手 请她来干掉自己 当年她在接受imdb的采访时曾自爆 在2000年左右 她心情异度非常低落 想要结束生命 但是吧 她怕自杀会让父母朋友啥的觉得内疚 思来想去 朱莉觉得比起自杀 家人应该更容易接受她被谋杀 但谋杀这玩意可遇不可求啊 于是她就在纽约通过地下渠道 找到了一个职业杀手 并跟她详细地交流了自己的想法 杀手听完后具体啥反应我是不知道 但肯定也得有点懵逼 据朱莉回忆 这个杀手大哥也是个讲究人 不是见钱眼开的类型 她听完后沉默了一会儿 接着诚恳的建议朱莉 便冲动再好好考虑两个月 如果到时候还是想死的话 再联系自己 后来呢 没到两月朱莉就反悔了 再也没联系这个杀手大哥 狗仔的跟拍是最让明星头疼的 而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对付狗仔就有自己的绝招 话说2007年 他在伦敦的画剧院 出演猎马狂的时候 每天都穿着同一件皮夹克 同一条牛仔裤 戴着同一顶帽子进出剧院 真正坚持了六个月 没换一次衣服啊 他认为这样一搞 狗仔就很难把头拍的照片 卖给杂志报社啥的了 因为这些照片 咋看都是同一天拍的 毫无新鲜感呢 但说实话 但凡碰上个脑子灵活点的记者 丹尼尔很可能就作茧自负了 比如狗仔完全可以把 这六个月的照片整合一下 然后取个博眼球的表题 例如震惊 哈利波特的扮演者 疑似经济危机 六个月不曾换新衣服呀 或者是丹尼尔邋遢成性 一套衣服竟能连穿六个月呀 丹尼尔克雷格 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自曝 他在结婚前 最喜欢的休闲活动 就是去gay吧 但请注意 根本不会有酒后兜欧之类的事情发生 尤其是对他这种 走硬汉风的男性来说 在普通酒吧里 总有喝高了的人来他这找麻烦 以彰显自己的雄性气息 二 其实gay吧里也有不少来体验 新鲜感的妹子 三 在这里基本不会有人跟他抢妹子 也不会发生因为一个妹子 大家争风吃醋的这类破事 要这么说的话 我都想去逛一逛掌掌见识了 罗伯特帕丁森的脑回路 一直都很清奇 这个我之前就说过 比如在拍新蝙蝠侠的时候 他说要是票房卖的不好 他就只能去拍那啥片了 但一定得是艺术性比较高的那种 就因为这句话 有多少人在网上宣布 新蝙蝠侠再好看也不买票进影院 不为别的 就是想看帕丁森下海 但是在电影上映 票房口碑双风收后 帕丁森的口风又改了 他表示片子卖的这么好 那我可真得去拍个那啥片 好好庆祝下 所以说 费尽巴黎的找了这么多借口 你就是单纯的想下海 对吧